欢迎大家收看这个节目 我是小提琴手 叶少熙 今集继续跟大家看一下 《雪茨奇第一冊》这本琴书 但是在未讲之前我想问一下大家 我们怎样去练节奏呢 可能你会说 怎样练节奏 就是开着拍子机练 开着拍子机就会练到的吗 我有些学生 他是这样去练的 或者这样去用拍子机 拍子机是想练那种 如果叫他拉一拍 他跟着这些音去拉一拍的时候 他是1 2 3 4 5 6 大家听到有什么问题 就是应该呢 每一弓的动作 应该是跟那个拍子机是对齐的 但是很明显他没有对齐 不单止没有对齐 他是一时冲快 一时拖慢 是 没错 你是拿着拍子机出来 但是只不过他有他打 你又你拉 那哪有练度呢 我们本来天生不明白什么叫拍子 拍子这件事是好机械 你只有看着 你掛在家里掛在墙上 那个钟 那个秒针 动的频率 你或者才会明白 什么叫做拍子 什么叫做规律 一分钟动六十下 这个才是规律 但是我们天生 我们没有这一样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练的时候 我们就是明白这一样东西 然后限制自己 不可以冲快 不可以拖慢 怎样知道自己有没有冲快 怎样知道自己有没有拖慢 你唯有是录下它 你不用拉很久 譬如录一分钟 看看究竟这一分钟里面 你的右手 拉出来的音 和拍子机每一下是否对得齐 我们练琴不需要真的这么大工程 不需要每一次都这么大工程 打开琴 茶叢香 装兼托 装抱架 拿一本琴书 这个是其中一个练的方法 但是如果我们很想去练节奏的话 不用一定要拿着乐器 开着拍子机 把拍子机的速度 调到60 60意思就是一分钟 你会听到60下声 是平均60下声 第二步的就是 你看看你右手 动的时候 和拍子机的每一下声 是否对得齐 我们可以由一拍去做起先 譬如当拍子机 你每一下听到的声音 就等于一拍 那你右手动的时候 就是一 二 一 其实半拍都是一样原理 四四拍的小字里面 有多少个半拍呢 有多少个半拍呢 是八个 不用小提琴不用乐器 动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平均 是动八下呢 一 二 二 三 二 四 二 做到了 那我们试试给它一些变化 试试 两个半拍 加一个一拍 哒哒哒哒 哒哒哒 或者反过来 一拍加两个半拍 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 如果你想再令这个整件事有趣一点的话 练得有趣一点的话 看看可不可以当你唱或者数 这个一拍的时候 你直接做另一下动作 去告诉自己 这个一拍其实是里面有个半拍在里面的 我做一次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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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这一下子的动作 其实就是代表第一拍里面的第二个半拍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除了我们说 整件事不要练的时候好像很悶 重复做同一样东西 其实目的是 当我们这样做的话 我们之后那两个半拍不会组出 不会迟 如果我们没有的时候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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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哒哒哒哒 试下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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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你的朋友见到你这样做会笑你 或者你的同事见到你这样做会笑你 但是我觉得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是很清楚告诉自己 我是在数半拍 我是知道那半拍在哪儿的 我不会说当我数一拍的时候 那一拍只是一拍中间空的 好像一个人中间没有了骨 一样 是中间是有东西在 好像一栋建筑物 我们不会看到那些 那些钢架、铁枝 但是当你有和没有的时候 人家是感觉到的 哒哒哒哒哒 你不喜欢做这一刻动作 可以试下吸气 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们就是要找一些方法 去告诉自己 去数紧拍子 如果不是 我们怎样知道自己 有没有练到呢 那我们看回那个 Suzuki里面的练习 其实 来来去去就是 一拍 拌了半拍 再拌了16分音符 其实就是这样的 那你可能问 那16分音符怎么练 一样这样去练 一拍里面有多少个 四个 如果我们试下数 我们可不可以平均数到 四个 有些学生 有些学生 叫他数四个 数四个 数得很好的 他可以这样数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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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问题呢 这样数对不对呢 那当然是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将这个一二三四 逼在一起 然后呢 在第一拍和第二拍之间呢 是有很长的时间 是没有了声 再听多次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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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和拍之间 应该是没有空位的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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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有一个长 一个短的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当然 你开始 练的时候呢 可能你会 有时快 或者有时拖慢了 是正常的 但是 不要让自己 持续在这里 不要 当你练的时候 连错了 自己都不知道 还不断坚持 你要做的目标就是 平均 将这四个音 是填满 在这一拍里面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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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和拍之机 去比赛一下 看看你可不可以 可以像這個 拍子机那麽准 你会不会早过它 会不会迟过它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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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原来我跟那个拍子一样 其实练节奏就是为了练拍子 一月差不多 就是如果你练成这样 那已经是无可挑剔的 我们几样东西讲过 一开始Suzuki我们讲Tumorization 我们怎样去拉一些好听的声音 听得出明白什么叫做好听的声音 这一样是我们要练的 还有什么要练呢 音准要练 除了音准之外还有什么 节奏 这三样东西 而这三样东西里面 以练节奏是最简单 是最接近 是最容易做到的 因为是有一些拍子机 是可以帮到你 去令那个节奏是变得准的 音准这一样东西 或者是需要久一点的时间 而音色的领与否更加需要 就是多经验才明白 但是节奏准不准 你会不会辞过拍子机 或者做过拍子机 是显而易见的 是好像数学那样 一说你一跟它对齐就已经对 你辞过它做过它就已经不对 是不会有些很蒙糊的 戒舌不会的 所以我们回去说 Semi Crever 怎样练 是平均四个音 加点变化 试下第一拍四个Semi Crever 然后第二拍试下一拍 Semi Crever 一拍 Semi Crever 一拍 做不做到呢 再加刚才我们指的那一刻动作 让我们那个Semi Crever不会组出 试下 对不起 真的是要这么用力的 你是要这么用力的 你才不会拖 不会冲 给自己一些变化 我们练习不一定是很闷的 如果练习不闷 我不知道 砌图那么闷不闷呢 我们要在一千块里面找一块对齐 我自己觉得练节奏是有趣很多 看看做不做到 如果你做到的话 我们所有在Suzuki里面见到的练习 起码节奏难不了我们 如果给我们一份谱 我们立刻可以唱节奏出来 怎样唱节奏 同一个音 啦啦啦啦 但已经是开始拍自己 你已经可以 真的拿得很准的节奏 我们不会一见到一些 未见过 未拉过的曲 接着就 不知怎样拉 没有东西难到我们的 一排这样 一拍分做半拍 然后再分做Semi Quaver 然后再有Rest 是不应该 如果你是 真的用这个方法的话 是不应该难到你的 这次我们没有直接去说Suzuki的这本书的练习 怎样去拉法 我纯粹只是说怎样去练这个节奏 但我觉得这个方法是能够不单只应用在Suzuki 这一刹那里 是以后你所见到的歌 都可以这样去练的 或者你纯粹是当自己一个 当一个warm up的练习 你都可以这样去练的 我自己都是用这个方法 当我见到一拍的时候 我不会就这样等它一拍 或者当我见到一个三拍 我不会就这样一二三 我一定在Suzuki 一定是感觉到里面 是有一些小分一点的 小分一点的节奏在那里 因为我明白 一定是有一些这样的半拍 或者Semi Quaver去支撑 那这个三拍或者这个四拍 或者更长的音 才是有生命 如果它只是一个三拍 一二三 是人家知道你没有生命的 但是 如果大家想知道 今次讲的范围在哪里 其实就是 Perpetual Motion in A Major 直到Perpetual Motion in D Major 我希望今集对大家有用 因为我觉得其实节奏这一件事 是很重要 但其实不是真的这么难练的 是你开着它拍子机 是可能每天每次练琴 可能用五分钟或者十分钟 有很多学生说 我问他就是练琴练多久 那可能他一个星期 一起练到才练到一个小时 我觉得是太少了 只是用这个方法去练节奏 很有趣 也都很容易 其实已经是有很多变化 已经可以练到十分钟了 那我希望各位真的可以试试 用这些方法 试试做这些动作 吸气 我保证大家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 你的节奏感 是会很短时间里面 是进步很快 如果大家喜欢今集的节目 请你给个like 或者share给你的朋友看 那下一集 再和大家见面 多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